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比重就是我们要去训练出来的 你可以想象到如果有的神经元跟上一层神经元常常有关心的话 他们之间的传递的能量一定是比较强的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下来之后 他这个能量就会很强 这个位置就会很高 所以我们最主要就是训练 把每一层的神经元连结的比重 把他训练出来 那训练出来你就可以有这样的模型 来帮你做分类 你可以做分类啊 可以做回归分析都可以 好 那这个 这边刚才讲的就叫做Feed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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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种从下面这样传递上去 算出最后那个Output的值 就叫Feed Forward 好 那这个是当你把这些比重 每一条连线的比重都训练好之后 都得到好之后你才可以用Feed Forward 去做你的预测 去预测啊或者是做分类等等都可以 那训练的时候要什么训练 训练的时候就要用 叫做所谓的Feed Forward 这个方法来做训练 好 所以这个都有现成的 这个也都有现成的工具 尤其像这个技术这么热闻 很多你可以找到 很方便使用的类层经网路的工具 或是Deep Lighting 的工具 来帮助你去建议这样的类层经网路 你只要指定说你要几层网路 比如说你要两层 它就会指定这样 然后每一层呢 每一个节点呢 每一层的这个节点 它就会 你就说你要做数了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比如说第一层有一个 我不要用层好了 我说最上面这个Output 有一个节点 然后 再来Feed Layer 这一层 Feed Layer有两层 有两个节点 下面呢 有三个节点 你自己可以给定这个数量 这个数量是使用者自己决定的 你到底要给几个 所谓的任何选拟员 你自己决定好 决定好之后 然后把你的资料 你准备好 你要分类的资料 或者你要做回归的资料 全部就让你的Input Layer 就让它去做训练 它就会自己去调整 这个W 每一个比重值 调好之后 调整的过程 就是用这个所谓的Bank 调整可以选这个方法做的 好 所以调完之后呢 这些Wait的值都训练好了 那你就可以 你要去算出这个Output的值 最后Output的值 你只要给定 你的Input的值多少 它就给你Output的值 透过这一层一层的计算 好所以跟人家网络它的计算量 其实有点大哦 尤其是像这个 它需要一层一层的传递上去 才能算出这个Output的结果 所以计算不会这样 像SVN就很快 SVN你只要找到那个Hilogrand 就带来公式很快就找出来了 可能这个会比较久 尤其是现在 现在比较热门的技术啊 像之前网络大概二十几层吧 二十几层的 二十几层 一层一丈的 我们就是它是地址认定 就是很深层的 好那像这种 比较只有两层 就叫做Nail 就是说 呃 就是比较窄的啦 叫做Cherol 也不是Nail 叫Cherol认定 Cherol就是很浅的 它只有很浅 就是像这样只有一层或两层 就叫Cherol认定 那Cherol认定的效果比较差 地址认定的效果比较差 就是只能出越多越好 像现在我知道最多的是 目前大家所熟知的 最多大概二十几层 像Google 因为我记得 他们说 他们现在做到 最多用到二十几层 可是我 上三个月 我去上海开会的时候 那个微软的 手机研究员 他跟我说 他们已经做到一百层 一百层 这个高度是一百层 然后做出来的效果 比那个Google做的效果还好 大概5.1% 就这样 比如说他们在做那个 在做那个辨识的效果 那Google Google我记得 他做到35%左右 然后微软做到32% 为什么赢他 因为Google只用到二十几层 然后微软用一百层 所以拿他多用多多层 他说 放了他一% 好 OK 那这种 我们这种电脑都没办法跑的 他们都要那种 他们的那种 超大型的 那个电脑的能场 里面大概就 大概就是上万台的电脑 一起做运算 才能够做到这种 才能够做到这种 好多好多可能的这种运算 不然的话那些都做不来 所以 基本上这些最先进的研究 所以我都只有这些大公司在能够做了 就是有Google 微软 Facebook Apple 好 我这次去上海开会的时候 就是都是这些大公司在做 这种最先进的技术 好 我们这边都只能 就只能 在旁边听而已 可能也做不来 好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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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我们其实大学根本不需要做研究了 好 我们只要教训就好 研究就交给那些大公司做 因为他们做的研究才是真正 可以 推动这个世界全新的力量 好 我们这边做不了几个研究 我们没有钱 然后 也都还是学生而已 基本做过来面去研究 OK 我们是把书教好就好 那你们先把老师教的东西学好就好 好 那这边 这边介绍差不多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朋友影片 好 下一张朋友影片 下一张朋友影片 就是给大家做个例子来说 如果说我要训练出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分类器的话 这个分类器什么 这个分类器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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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看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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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做 f o 你要做 f o 的分類就是 如果當你 input 是 0 output 是 1 的話 你就會是 true 或者是 input 你的兩個 input 一個是 1 一個是 0 兩個位元是不相同的時候 你的 output 就會是 true 不然的話就是 full 這個就做 f o 對不對 so 就是你的兩個位元 你的兩個主性 如果兩個主性的值是不同的話 你的 output 就是 1 那如果是相同的話就是 0 那這個呢就是 and 這個是 這個圖 他是用這樣的一個 神經網路來設計出來 這個叫 end 你看 只有當你的 input 兩邊都是 1 的時候 他的結果才會去 true 不然就是 full 那這一個圖呢 這個圖就做什麼 or 只要你的 input 裡面 只要有一個是 1 他的 output 就會是 true 就會是 1 所以這個是這個網路 那這個是 not 如果你的 input 是 0 的話 你的 output 就是 true 如果 input 是 1 的話 你的 output 就是 0 就是 full 對嗎 好 現在我們就是來用 類神經網路 來去設計這個 四種分類型 這四個都是很基本的 邏輯的那個 邏輯的運算 我為什麼用類神經網路去模擬 這個邏輯的運算 我們先看最簡單這個 nat 好 這個 nat 它的 input 是什麼 是 0 的話 你就要打電成 1 對不對 那 input 是 1 的話 你就要打電成 0 就是做個 nat 的運算 對吧 所以 這個 新網路就來做一件事情 你看喔 你的 input 如果是 0 的話 我就給它成這樣 負一 你看 我這個 input 我就給它成這樣負一 這邊還有一個 file bile 就是一個偏差詞 這是我們前面都看過了 這個偏差詞 我成這樣 0.5 這個是它的固定是 1 bile 固定就是 1 然後成上它的比重 這個比重是 0.5 就是這條連線的比重 0.5 好 我來測試一下 它這樣 output 會怎麼 你看喔 如果說你的 hf 是 0 的時候 如果它是 0 0 乘上負一 再加上 1 乘上 0.5 這樣多了 0 乘上負一再加 1 乘上 0.5 這樣多了 這個時數啊 0.5嘛 0.5 我們就給它進位 它大於 0 我們就給它進位 變成 1 好 所以這 output 是 1 所以當你的 hf 是 0 的時候 all負的是 1 如果說你的 hf 是 1 的時候呢 hf 是 1 的話 1 乘上負 1 再加上 0.5 乘上 1 這樣多了 負 0.5 所以這是什麼 負的值嗎 所以就是變成 0 負的值我們就把它變成 0 好 我先 剛才沒有先說清楚 負的值就是變成 0 正的值就是變成 1 好 所以這就變成 0 0 所以當你 attribute 是 1 的時候 我的 output 能是 0 好 這樣是不是就是NAT 在做的事情 NAT 這個邏輯 就是在做的事情 好 沒錯吧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 O O O 是這個 這個表 是這個 是這個類整形網路 好 這些類整形網路 很單純 就是這樣很簡單的一個 我把公式寫下來 所以這幾張圖裡面主要是要跟你講說 像這樣一個分類的效果 像這樣邏輯預算 這是做預測嗎 或是說做分類 你都可以用內神經網路 它的一個特別設計的一些網路 來去達到這樣的分類 或是預測的效果 我們來看這一個模型 它怎麼做呢 它設計成這樣一個 它這樣設計 就可以做到這個 O 像一個模型 另外有一個效果 怎麼做呢 好 你看 它的第一個屬性 比重是1 第二個屬性比重也是1 一般的屬性是BIOS 它的比重是-0.5 好 所以就是這樣子 A1 1乘上A1 再加上1乘上A2 0.5 再 點掉 0.5 就是你奧布的 奧布的就寫Y 好 所以我再寫 所以我再寫1-0.5 Y等於A1加A2 點0.5 這個就是你的奧布的 Y就是你的奧布的 好 所以當你的 我們來測試一下 當你的A1是0的時候 A2也是0的時候 你這樣得到結果 你這個 Y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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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是0 所以當你 這兩個音 HUD就是0的時候 結果是0 好 那如果 只要有一個是1呢 就是1好了 A2是1 一個是0 一個是1 得到結果 我懂 正0.5 所以就知道 正0.5就是1 所以只要 你有一個是1 如果1出現的話 那你的這個 OUTPUT是1 這就是 Oh 我在做的事 好 對吧 好 這樣沒問題 好 我們再來看 這個 and and的公式呢 是怎麼寫 其實一樣 A1加A2 寫掉後面是寫掉 什麼 -1.5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 你看 它這邊的file 是-1.5 所以我這邊去改一下 改成-1.5 好 那你看 如果說 一樣 如果說 一個是0 一個是1 等下 -1.5 這樣就是-0.5 對不對 -0.5 就等於是0 好 所以 一個是0 一個是1的時候 到負責就是0 只有什麼時候才會變1 只有這兩個都是1的時候 這兩個位元都是1的話 等到結果是0.5 裡面有1的1 所以當兩個位元都是1的時候 你的output才會是1 就是這個網路在做的 就是這樣 最後有這樣的結果 OK 好 那我們看最複雜的那個 and all and all 沒有辦法用一層的 分間網路來去 實現它 它一定要用兩層 好 所以它就搞得這麼複雜 好 好 那這公司要怎麼算 我們剛才也跟大家講過一下 你要算 比如說你要算A的節點 你要怎麼算 A節點 我要算這個 我要算A節點跟B節點 好 記得喔 這個是 這個是我的input layer A1 A1 A2 是我的input layer 然後還是要多加一個file 然後 C是我的output 我最後的結果是C C這個節點 那A跟B呢 就是hidden layer A 是乙糖起來的 那總共是兩層的類型的網路 OK 好 那我來看一下 這個A怎麼算出來的 我們先看C好了 C是怎麼算的 C是 一倍的A加一倍的B嘛 再減掉1.5 對不對 看得出來嗎 C啊 它是一倍的A 有沒有 B再乘上一倍的B 然後再減掉 這個file 是-1.5 所以C是 A加B 減掉1.5 好 那A是怎麼算的呢 A的公式是 好 還是這樣 把A的公式寫出來是什麼 A1 加A2 還有 這個是 這條是-0.5 對不對 所以大A它是 A1 加A2 減掉2 0.5 那大B呢 大B是什麼 我們要減掉 A1 A1 減掉A2 A1 最後一個就是 A1 A1 減掉A2 然後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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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A1 A2 V silently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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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A1 A1 A2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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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A 这两个是0,然后 这会等到 这会等到负0.5 所以这就变成0 好,再来 A是0,B是1 A是0 B是1,相似到 负0.5 负0.5 负0.5是0 好,所以B是0 这样是不是,对不对 对吧,这样答案是对的 如果两个位元都是0的时候 凹布的是0,因为两个位元是相同的 自己可以算一下 两个位元都是1的时候,也是1A 那两个位元不同的时候呢,会变成 一个是1,一个是0 来,我来算一下 先算1,1这个节点 就是B这个节点 和A这个节点,我们先算一下 B这个节点呢 一个是1,一个是0 然后加1.5,这要多少 这样是0.5 对不对 对吧,0.5就是1 好 那再来 这个呢 这个是1 就是0.5嘛 对不对 大A也是0.5 输出最后就是1 所以这个是1 好,那记得比较大于0的 我们就把它输出最后输出就是1 好,要记得哦 那小于0的话 就是输出就是0 好,记得这件事 好,所以我们最后才把0.5变成1 因为它大于0嘛 我们就有做一个 做一个额外的转换 好,所以最后你就可以得到 A是1 B是1 所以7是吧 0.5 所以加7.1 好,这样结果是什么 当这两位员 一个是1,一个是0的时候 Output的结果是1 对不对 X over就是6 所以你要用两层 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有点复杂 X over 向来都是最难搞的 你要去用那种神经网路 或者是要去做那种解析军 tree 这样能够做到 X over 这样的分类结果 都会搞得非常不大 但是还是可以做得到 OK,好了 那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在神经网路 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那我们说 在神经网路 既然要训练好之后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模型 去做分类 或是做预测 那怎么训练 训练怎么来的 训练怎么来的 训练的方式就是 Bang Mocation 这边有一些处理要记得 怎么去学习这些 神经网路的Web 这些比重怎么学出来的 好 我们 我们希望呢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们会有一些taining data 这些taining data 它有它的input的值 就是最底层的input的值 还会有它的结果 然后获得的结果 我们希望 透过这些神经网路 在预算的过程中 什么大的结果呢 要越接近 那些真正的答案 越接近越好 我们希望那个度差要小 举一来的Q好 像我这边有一层 好 我画的 一样 好 这样的被神经网路 好 假设我这边input的 我的input的值是 10011这样 input的就是这些曲 所以我的output的应该是 10 就是我给你这个训练 这笔训练资料 它的资料的特征是这样的 分布 是这样的 然后它的结果 应该是这样 结果呢 我现在经过我的训练 还经过我这个类神经网路之后 我发现它的输出的结果 竟然是 0.1 0.9 好像差很多 对不对 我输出来的结果竟然是这样 这个代表什么 这些代表说 我现在的第一笔资料 它属于 我分成两类 我分两类 它属于第一类 或属于第二类 属于第一类的话 这一类就是1 第二类就是0 对不对 就代表这样的意思而已 那可是我算出来 结果它会是一个 几率值 通常会是一个像这样子的 不见得是几率值 就会是一个像这样的 一个 十数的值 那可能算出来 就是一个 0.1 它们就有差距 我希望这个 这个差距要越小越好 所以要怎么调 我就是往回调 我就根据这个误差 通常这个差距是用什么 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平方法 我就是0.1-1 0.1-1 0.1-1的平方 再加上0.9-0的平方 这是它的误差 这是一种做法 还有一种做法 叫做Cross Entropy Cross Entropy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 你有看的那个 我们前面有介绍过的 那一个 那一个叫做 Log 用Log 用Log来算 0.1乘上Log0 再加上0.9乘上 有过 Close Entropy 就是0.1乘上Log1 再加上0.9乘上Log0 类似像这样的工资 就是叫Cross Entropy 这个我们之前都有介绍过 你可以决定看哪一种方式 来去估算它的误差 那我们就可以降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 算出来的误差 我们知道它要越小越好 那要怎么调呢 就是用Back差 资准序 把它 从这边把这个 会往下修正 从这个最大的 开始完Это往下修正 这边修正完后 再往下修正 取准一分 left 这样的修正 通过这样修正的过程 你都会让那漏洞变迅 那这种修正的方法 它用过来叫做 Pgraded倾 바� 轨点提升是一个非常简单 但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它 就是用微分 轨点就是在做微分 做所谓的一阶的微分 所以这个函数呢 只要可以做微分的话 轨点提升的方法 算它的一阶微分 去推导说 它的 它的那个值应该怎么修改 简单来说 你要求一个函数的最小值 你是不是究竟它的一阶导致 一阶的那个微中微底 你就可以去投出它的那个最小值 好 这是我们就学过的技巧 轨点提升就是这样的意思 轨点就是一阶微分 你用它的一阶微分 去导致它的最小值 这个技巧就要轨点提升 好 这边还介绍很多啦 像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Aerror Bunction 就是两个数值的平方 两个数值相减的差 然后平方 好 这就是它的那个 quell error 好 还有这个是所谓的 叫做activation function 好 这个其实搞得越来越复杂 不像刚才那么简单 现在已经搞得了 加电台的元素越来越多了 好 这个我们待会会介绍 好 这边我们会用一张 另外一份头影片来介绍 好 这一份头影片的是 去年发表在Nature这个 这个杂志的 好 Nature 你知道 Nature跟Science 在我们理工学 理工在做自然科学 还有在做理工工程方面 算是最高级的 最高级的 我们有时候报纸上就会说 台湾里有一个人 头上的自然这个计算 或者台湾里有一个人 头上的Nature这个计算 或者是Science这个计算 就是你要去做到全世界最好的 最几天的 还不知道弄会有两种等级 但是你就是已经做到最几天的 你才有机会 看生命的文章 在Nature或Science上面 那Deep Learning 就是去年 他才能在Nature的一篇文章 他只有这三个 这个叫做 这个就是最做Deep Learning的三句 你只要看到有任何文章 有Nature跟Science 还有Tinton的话 这三个文章就是 目前做Deep Learning 最红的 大红Science 只有这三位 看到他们的论文了 一定要先好好地理解一下 因为他们这三个就是 大家共认最 他们是宗师 宗师体的那种 整集 所以他们只要发展文章 一定大家都是真相败主的 有他们名字 刮在上面的文章 一定要好好地看一下 因为他们做的 都是最先进的文章 这三句头 彼此是谁都不服谁 但是很难得 他们为了能够把文章 才在Nature 竟然过天忘了合作 自己看了这一篇文章 在Facebook 也在纽约大学教书 在加拿大红Trayal 在Google 和多人做大学 都是最底间的大学 最底间的公司 在工作的 我想前面有一些文章 我稍微介绍过 我稍微讲一下 Deep Learning 它其实它是一种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因为传统的Machine Learning 的基础 就是 没办法去处理 这种所谓的Low Data 当你的资料进来之后 你可能要把这些资料的特征 做一些转换 做一些先处理 先处理完整 那有时候你不晓得该怎么处理 那是论出零通 接下来就丢给Machine Learning的模型 去断绑 叫它去训练 所以可能有时候 你那个转换的过程 资料前途的过程 做得不好 那训练的结果就是一团糟 所以怎么办 传统的Machine Learning 都有这个问题 你必须很小心去设计 这个所谓的Future Extractor 去截取Future的方法 现在有一派 这就是Presentation Learning 他说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 去搞定你的资料 我就直接去 透过这个资料 最原始的资料 叫Rodeta 就是你的资料 一取出来之后 最原始的 还没有做过任何加工的资料 叫Rodeta 我直接把你这些Rodeta 直接就拿来做学习 然后学习的过程 我会学出最好的表示方法 同时也把这个模型 这个分类的模型 才去回归文 把你训练出来 这个就是最好的 你就可以省去掉 这种资料前处理的 这种资料 退取的这种问题 这种问题 这其实是解决掉了最前线的 一个问题的 这个叫 Dip Learning 好 那 Dip Learning 我稍微把它进行讲一下 它是Compose Multi-Personal Layer 它就是好几层类 好几个网路 这样叠起来 一直叠加 叠起来的 然后它去学 它的目的是要去认 Representation of data 是资料的表示方法 它就把它学起来 透过这种 Party-Layer of abstraction by that complication 透过这种 多层次的 这种 多种层次的 这种 通向化的这种 方式 然后去把这个 资料的表示法 把它学起来 好 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透过这个 这是MeInput 中间 这一层就是一个 很抽象的 Tiden Layer 那希望透过这样 学习的过程 Backtrop again 学习的过程 你可以学出一个 最好的 一个资料的表现方式 你可以把你的Low Data Input Data 透过这一层的转换 你就可以得到 一个很好的 资料的表示法 然后再透过 这个好的资料表示法 再去学习出 最好的一种 分类 或者是 回归分析的一个技巧 一个模型出来 好 所以Deep Learning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好 那这边我就不太讲 所以我也跳过去了 好 那NewNet 基本上 它的历史 它在1970年 就已经被发明了 所以你看 多久 30年前 30 30年前 然后大概 在20年前 在1990年 那个时候 就发展到 那时候的极致了 但是 那个时候 因为像 《雷神经王》 就是说 它这个神经的 它这个模型很像 它是模拟人类神经 在运作的状况 就是我们会知道 人类的神经 它不像大脑连结 一层一层 从你的最末端的手 或者脚 有很多层的神经 是不是 最后跟你的大脑连结起来 那有的神经 是会让你感觉到 冷 热 那有的神经 让你感觉到 碰 有的让你感觉到痒 就是每一层的 每一种神经 它 会传达的讯息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些神经 它们这些传递的过程 我们就把它模拟起来 模拟成这个所谓的 《雷神经王》 我们也在猜想说 我们是不是 神的认知 也是类似像这样的方式 就是从最 最简单的一些 感觉 先告诉你 这个东西怎么 告诉你 然后 最后你大脑就会知道说 这个是什么东西 那中间是怎么去做的 就是透过很多很多的神经 互相的传递 然后最后 可能还做了一些 生物的 生化的运算 你就得到 那些给我出来 《雷神经网路》 我们叫《雷》 是《雷》 是《雷》的意思 人工做的一种 神经网路 它就是想说 模拟 这种脑神经运作的方式 然后去帮你做 做这种 经济学型的分配 所以它在90年代那时候 算是到了一个 直线了 做不下去 因为它发现我们的问题 老雷神经网路速度又慢 然后它 它又容易呢 有一些 缺点 有些Local Minima的问题 等等 所以大家就不然就觉得 这东西都没有 包括我那个时候 我们在学 因为我那时候 我们在 老两千年那个时候 我还在念书 那时候 我们在听我们老师教的时候 我们老师自己本身就在做 《雷神经网路》 他就说这些人 往现在目前不哄了 大家都放弃了 这东西 可是有一群批的 他还是不自信 他就说 我就是要继续研究 这个东西下去 所以没有想到 真正给他们 就是这种 不放弃的精神 真正给他们这种 处理的名堂 到2006年的时候 那三位大师 刚才看到那三位作者 他们的学生 在那里 就发展了一些 就是发展了一些新的技巧 一个叫做 Supervised Learning 来做这个G2D 产生 然后他可以去 他可以去试着去解释 一些 90年代那时候发现的问题 然后另外呢 1990年代的时候 因为CPU的兴起 CPU就是 什么 基本上是 General Purpose的 那个 那个 CPU 就是 CPU 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吧 CPU 像 NVD 还有这样一些 这些绘图卡 这些绘图卡 它对我们设计 很多像这种CPU 它可以上运动速度 非常的快 可以达到 所谓的 拼细运算 好 所以CPU呢 有CPU的那个 CPU的那个 这个兴起之后呢 它就把一些程式码 用CPU的方式来加速 就让这个 整个训练速度 也加快了很多 所以这时候 大家觉得 在神经网络 不再是 又慢 然后又不准确的东西了 好 所以在2006年之后呢 他们就开始发展一些 放弃强 比如说像是 Speech Language 这个 这个突破是非常大的 它的 Error Rate 从以前的 嗯 你看到 再早期啊 他们都有办一些比赛 比如说 做那个 语音电视 语音电视 你们觉得像 你们都有试过吗 像Google嘛 也可以用你的手机 用Google来做语音电视 好 你像之前 像iPhone的 也有那个 用Siri 也可以进行最大的 好 那 在这些公司成功的 商业化的同时 他们其实都要把他们 一些 雏形的产品 拿来 製作比赛 好 你看到它 底下的效果 就很少要很均衡 像从27.4的误差 降到18.5 这个下降值 非常大的 之前大概都是 每次都改定 1% 2% 就是一次改定的 10% 就是用了这个 这个 然后 像这个 这个是做图形辨识的 从26点 以前大家都做到 误差率 大概都是 30% 28% 29% 就改定了1.2% 就是一样 改定了10% 加了第一分认识 这个 色证夸张 本来从60%的误差 变成了自己的 5.9% 改定了20% 反正 他参加了很多的比赛 就发现 大获选真 以第二分认识 都赢非常非常多 只要用第一分认识 效果中好 非常多 大家都非常惊讶 怎么会这么强 所以在2010年 2010年 那时候 就有开始 我那时候 就听到台湾的 学者 有人说 这个现在很恐 几乎出国开会的时候 大家都在讨论他 可是台湾那时候 根本 压根面的讨论 这东西 然后我试着要去讨论 又很难懂 因为那时候的理论 还是在发展 都写得非常处权 反正看过我们 都看不懂 在结果 其实 他全身是 但是后面发展的理论 还是挺处杂的 但我都看不懂 那算是到了这两三年 就是 那时候我都不敢认得去读了 我觉得很可疑 最近到了2014 2010 2010 这个时候 现在全世界的人 只要你在做 工程能力 给他卖 没有人 我去用这个东西了 你 有脸到 已经到一个屁股说 几乎我 像我都去上海开会 大概有 差不多三跟四二的论文 全部都是用 在探讨自己的理论 这就是非常夸张的事情 Google Apple Facebook Microsoft 全部都在用自己的理论 而且要不然自己的理论 当然用到 我们无法去想象的层次 我们都还是探讨非常简单的 但是我们还是只能跟着他的后面 就是跟着他们继续做 不然你就是被淘汰 你现在只要去 发表论文 你只要去做研究 人家就会问说 你怎么没有这个人 你这样一直做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不行 你不学这个东西 就完全是跟不到这个时代 所以现在很多大学也开始在教了 我是从去年开始教的 去年就要教这个的人 还很少 去年就要教这个的人 因为我也是懂一些平方 我不是专门就询问你们的人 所以我就是说懂很多 我可以教一些资本的 但是那种很尖气 少要跟那些 在巨头跟得上的 是跟不上的 但是台湾那时候 能够教的很少 现在能够教的比较多了 像台大电视的老师 来当台词教程 都有很多老师 已经把这个理论都搞得很熟 尤其是台大电视的一位 叫李隆一老师 你可以上午去看他的 看他的教学 他有影片教学 投影片 讲得非常好 我自己都帮去看 我看的时候 我才能让我们教这个东西 所以 这个东西 现在台湾里 越来越多人教了 好像YouTube 或者是 线上的一些课程 都有在教 好 我今天就非常的认为 好 好了 我一个箱子 sales 会特效的东西 好 DeeboRunning 真的取得非常大的成功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怎么做的 好 我就往这边 我就用这个图来说明 现在几分 16 16 好 找不到 那我们去下课 这个在三点课 可以把他讲 OK 我待会三点课 我会讲 第一个过目的 我刚刚讲过 重点是这个后面的 我给你这张图 怎么去推导 最主要是微分 这个怎么推导 我跟大家稍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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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